黑米又称作米中之王 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静米 是皇室贵族的御用稻米 正宗黑米勒的黑米 原产自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的西州乡 素有台湾米苍的美名 这里的黑米依靠浊水溪的溪水灌溉 三十几年种植经验 坚持控制品质 不撒农药 并且在良殖米市栽区种植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的黑米都种植在我们的 彰化西州的浊水溪沿岸 因为它有丰富的黑泥水 在下去灌溉我们的黑米 所以它煮起来的米会非常的Q 非常的好吃 跟别的地方吃起来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主要是天然的东西 种植这个黑米现在 我已经算是第三代了 差不多已经三十几年了 七年吉生的林嘉佑是种植黑米的第三代 家中种植黑米已有三十多年的经验 黑米乐的黑米是透过专利破壳技术 在每一粒黑米表面都次有微动孔 所以煮起来的黑米不用浸泡 也可以熟透米心 维持米粒的Q弹 更不像一般的糯米容易胀气难消化 咀嚼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那为什么要种植黑米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吃饭吃了这个 吃饭吃得少 所以我们要吃得巧 我们的黑米比白米多出25倍的膳脂纤维 那花心素是所有的米中之王 所有的米当中只有黑米它有花心素 所以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 每天煮黑米补充矿物质与微量元素跟花心素 就可以抗氧化这样 黑米又称作米中之王 而黑米其中又富含18种水解氨基酸 铁质 钙质 矿物质 以及微量元素 是所有稻米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品种 你吃饭吃得太多 这样吃 因为我们跟饭吃得太多 第一 这完全没有農油 没有噴農油 没有液農油 再来 没有粉尘 没有垃圾 没有粉尘 我这样吃 我这不可以用胶的 我也要顾我自己的身体 对 我说这就是单纯 安全 我才可以这样提醒 黑米乐的黑米 还通过SGS 473项 无农药及重金属检测 让我们在使用时更安全更安心 用油 可以按旁转抢 我现在想看 我现在的技术 有机会